每一只螃蟹呢 都是鲜活大母蟹酱制的 酱母蟹必须要用鲜活母蟹酱 而且是三点红 然后为什么都要用冰给它震上呢 如果不把这些母蟹给震晕的话 是没有办法这样给它绑上 不震晕 还有个原因是 如果不震晕 做酱母蟹的时候 它都会掉腿掉甲的 给你们看 都是满黄三点红酱制 然后你看大姨他们正在 一个个挑选规格 上秤挑一下 我们都 都需要上一下小秤 然后分连出规格来的 这个都是相对于 大一些规格的酱母蟹 这个都是稍微小一点的 这些酱母蟹 必须都是满黄三点红 看继续给你们看 这一个母蟹 我们都是有规格的445克 这个母蟹特别大 都是我们做酱母蟹的原料 都是精挑细选出来三点红 所谓的三点红 就是母蟹 它是满黄的 满黄母蟹在我们这又称为 三点红大母蟹 听你们看一下 什么样叫 怎么去看 就看这个甲尖 透红透红的 然后看这边甲尖 透红透红的 然后看这后垫 是鼓鼓的 看这样的母蟹 就叫三点红大母蟹 谢谢 感谢观看